这个我感觉真的是不便宜 真的是不不便宜 我想象出来贵 但是没感觉到会这么贵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云飞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真的 我们有几天没发视频了对吧 对 因为自从我们买了这个机票和这个办好了回中国的签证之后 整个感觉整个人一下就松懈了 然后我们两个都病了一场 然后鼻子不痛气 然后嗓子疼 这两天呢 这个小雷奥一直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总说他肚子疼 对不对 总说他肚子疼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打算出发去给这个零小雷奥上医院去看回去 对 做一个这个全身性的一个体检 然后现在已经是早上的这个9点40了 还有20分钟我们李英就得到医院了 跟医院预约的是10点 但是现在雷奥在干什么 雷奥在上大号 你敢问你把护士疼 那你把护士疼 人家说雷奥这处跟我一抹一样 我们再等一会儿啊 能不能快点都几点了 雷奥能不能快点了 你能不能快点了 你能不能快点了 快了我们要出门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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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是谁 你不叫大一了 各街大一 没有大一了今天 无必要 无必要 对无必要 无必要 雷奥终于解决完自己的事了 我们要出发了 去医院了 给你做体检 你小坏蛋 走了 走了 嗯 使劲吹 我们到医院了 就这个地方 这是一家这个私立医院 对吧 人家 私立医院啊 在这里面 小廖 这医院条条件还不错啊 看 小廖在那边跟小朋友玩呢 廖跟人家在那里面体检啊 大家听到这个儿童医院 都是孩子的哭声啊 哎呦我去 这种感觉 太奇怪了 出来了 雷奥咋哭了呢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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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五项体检啊 刚做完一项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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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俄罗斯的这个医疗是免费的 咱们为什么不去免费的医院 呃 就是得 就是得排队啊 排几个月的队 是不是啊 对 大家都说国外的这个免费医疗好啊 但是基本上很少的人会选择免费医疗 因为他要排几个月的队 对 看现在雷奥这来了直接就体检了 也不用排队 但是这个费用啊 我们现在不说啊 等这个体检完了 然后再告诉大家这个费用是多些啊 就是一共做了几项体检 一共做六项体检啊 六项 对 六 然后还有血 咽血啊什么的 就一个大全面的一个体检啊 对 大家猜多少钱啊 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一会我们做完了之后再告诉大家 这个体检大概要持持续到两三个小时对吧 对每个屋子排队 你看这每个屋子都有号 对 因为聊最近总说的肚子疼 总说的肚子疼 然后吃饭吃的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不愿意吃饭 对不对 然后也挺瘦的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检非常有必要啊 给聊来一个全面的体验 到底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希望一切都正常啊 因为我们两个小时候也很瘦 也不愿意吃饭 这可能是遗传的问题 希望是这样 希望是这样啊 先看看啊 到底怎么回事 人家 就光这个7号这个5 我们已经排了20分钟了 一会儿还得排 这是花钱的医院啊 看俄罗斯 花钱的医院都得排队等待啊 对 我们一家早上起来都没吃饭呢 对 我们现在是10点半啊 估计全完事得1点 得1点 小雷要来了 你刚才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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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爸爸 为啥哭 他摸你了是不是啊 不让摸是不是啊 对 今天就看看你 有什么问题 一会儿去那儿 一会儿去那儿 呦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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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可莲 不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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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抱 不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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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太长了 还有几项 还有两项 还有三项 按照这个表 一项一项来 我们已经做了三项了 还剩三项了 估计再有一个小时就完了 多小时 还得一个多小时 2小时 2小时 还得两小时 还得两小时 那我们的小时 一小时 还得两小时 饿死了 饿了 太夹了 太夹了 嗯 你看雷奥刚才吃饼干的 来给大家看看雷奥 没有了 给我饼干给我尝尝吧 给我吃一个 我也饿了 哈哈 once 要整员 小时 三项 我们终于查完了,所有的检查都查完了 俄罗斯这个办事效率,我真的是无语了 大家看几点了,两点零四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待 其实如果这个要换在比较快的这个效率的医院 我感觉有一个小时肯定就能完成 结果我们十点钟来的做到了两点零四 现在是下午,四个多小时 足足做了四个多小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待 这是俄罗斯的条件比较好的私立医院 没有多些人,大家可想而知公立医院会得等多长时间 大家想一想会多长时间 还有人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免费医疗好 就俄罗斯这种办事效率,我真的是不想再吐槽了 但是呢,这个话说回来,这个俄罗斯的医生确实很负责任 而且私立医院的这个医生,大家刚才也都看到了 都是一些比较岁数大的,一些有经验的医生 所有的好医生,所有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 全部都集中在俄罗斯的私立医院 所以说这个公立医院怎么样,大家自己去评判 还有就是这个出结果也非常快 人家怎么样,累到算了吗? 对,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说 累到一点都没有毛病 就是要吃点,把干食记了 就是少吃点干的东西,要吃点湿的那种东西 但是累药身体非常非常健康 对,非常非常健康 再一个就是大夫说,累药稍稍有点瘦 对,要吃很多东西 对对对 最关键的到了,大家猜这次体检做了七项吧 六项还是七项 后来又加了一项,检查的非常清楚 五官呀什么的,全部都查了,能想象的都查了 花了多少钱,大家猜花多少钱 一万三千三百卢布 看看,这个是小片啊 两张小片加到一起是一万三千多卢布 这个合人币就是一千三百多块钱 这个我感觉真的是不便宜 真的是不不便宜啊,对 我想象出来贵,但是没感觉到会这么贵 我认为会七八百块钱 对,但是这个会一千三百多卢布 有多少俄罗斯人会出这个钱来私立员去看密尔 所以说公立员会非常的拥挤 有时候一排这个全神检查会排几个月 这个就是原因 那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了啊 我们去吃饭 我们去吃饭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一直没吃饭呢 整个人都饿瘪了 吃饭吃饭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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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